格林多前书 第四章 这样说来,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服务员和天主奥秘的管理人。 说到管理人,另外要求于他的,就是要他表现忠信, 至于我,或受你们的审断,或受人间法庭的审断, 唯我都是极小的事,就连我自己也不审断自己。 因为我虽然自觉良心无愧,但我绝不因此就自断为义人, 那审断我的只是主。 所以,时候未到,你们什么也不要判断, 只等主来,他要揭发暗中的隐情, 且要显露人心的计谋, 那时,个人才可由天主那里获得称谕。 弟兄们,我为了你们的缘故, 把这些事贴在我自己和阿波罗身上, 好叫你们跟我们学习, 不可越过所记载的, 免得有人自大,高看这个,鄙视那个。 随时你异于别人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既然是领受的, 为什么你还夸耀, 好像不是领受的呢? 你们已经饱满了, 已经富足了, 已无需我们, 自己可为王了, 恨不得你们真为了王, 好叫我们与你们一同为王。 我以为天主把我们做宗徒的列在最后的一等, 好像被判死刑的人, 因为我们成了共世界, 天使和世人观赏的一场戏剧, 我们为了基督成了愚望的人, 你们在基督内却成了聪明的人, 我们软弱, 你们却强壮, 你们受尊敬, 我们受羞辱。 直到此时此刻, 我们仍是忍饥受渴, 依不蔽体, 受人拳打, 居无定所, 并且亲手劳碌操作, 被人咒骂, 我们就祝福, 被人迫害, 我们就忍受, 被人诽谤, 我们就劝戒, 直到现在, 我们仍被视为世上的垃圾和人间的废物。 我写这些话, 并不是为叫你们羞愧, 而是为劝告你们, 就如同劝告我所亲爱的孩子一样, 因为你们纵然在基督内有上万的教师, 但为父亲的却不多, 因为是我在基督耶稣内, 借福音生了你们, 所以我求你们, 你们要效法我, 为了这个缘故, 我打发蒂茂德到你们那里去, 他在主内是我亲爱和忠信的孩子, 他要使你们想起我在基督内怎样行事, 和我到处在各教会内所教导的, 有些人以为我不会到你们那里去, 就傲慢自大, 其实, 主若愿意, 我必很快就要到你们那里去, 并且我所要知道的, 并不是那些傲慢自大者的言辞, 而是他们的能力, 因为天主的国并不在于言辞, 而是在于德能, 你们愿意怎样呢? 愿意我带着棍棒到你们那里去呢? 还是怀着慈爱和温柔的心情到你们那里去呢?